每天10分钟陪着孩子往前冲 嗨大家好我是刘威老师 今天我们来聊聊身上八年级理化该怎么办的故事 理化真的很困难吗 周围的人会跟你说理化好难哦 一直都弄不懂 或者会跟你说公式很难背啊 数学已经不好了 又要背公式又要算数学怎么办啊 首先所谓的理化是把物理跟化学结合在一起 八年级上学期是以物理为主 八年级下学期则是以化学为主 九年级上学期又是以物理为主啦 九年级下学期则是以化学为主 基本上就是每半年一个循环 其中物理要理解要计算 化学除了要理解要计算之外 还多一个记忆 也就是说理解记忆计算 这三个能力都具备的话 物理化学合起来的理化 应该不是太难哦 所谓的计算 严格来讲就只有加减成熟 以及正比反比而已 而且计算通常搭配的是公式的运用 举个例子来说 密度公式M等于D乘上V 其中M是质量 D则是密度 V则是体积 我们先不要讨论密度的含义 我们就来看看计算到底有没有复杂 假设 密度等于2 体积等于10 因为质量等于密度 增上体积吗 所以2乘上10 就等于20啊 这不就是国小就会的乘法吗 来换个数据 假设质量等于50 体积等于20 因为质量等于密度 乘上体积 所以50除以20 不就等于2.5吗 这不就是国小就会的 除法吗 所以很明显的 理换难的绝对不是在计算本身 而是在观念的理解 另外一个数学应用就是正反比 如果密度D相同 则质量M跟体积V就是呈正比 因为等号的两侧呈正比 一样的方式 如果质量M相同 则密度D跟体积V就是呈反比 因为等号的同一侧呈反比 结束了 整个理化这个科目使用最多的数学概念就是 加减乘除以及正比跟反比 所以再也不要把理化学不好怪罪到数学上面了哦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一定要花时间记忆的元素周期表 什么我要背这么多的元素哦 先不用紧张 柳玥老师把国高中常用的元素周期表列出来了 第一个 李Li那那那夹K 这三个是最常见的 1A组元素 也是活性很大 遇到水就会有起反应的元素哦 每盖背 这三个则是最常见的2A组元素 再来铁 孤 镍 铜 芯 则是部分的过渡元素 3A组的棚跟铝 4A组的碳系细签 5A组的弹铃 6A组的养流 7A组的佛绿秀点 以及8A组的汉南雅克仙东 对了视线移动到中间 都已经讲到铜了 那银跟银也要注意一下哦 所以做一个小结论 1A组里那甲 2A组美盖背 7A组佛绿秀点 8A组亥南雅克仙东 这些都是一定要记熟的元素符号哦 我们整理一下今天的结论 数学能力只要有加减乘除 跟正比反比的数学概念即可 再加上你一定要花一些时间 去记忆的元素符号 带着这两个你已经具备的能力 准备来探索 环绕在你身边的理化概念吧 最后赶快订阅刘异老师的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以及分享 刘异老师会在每次上课的时候 用最简单的方式 把理解的概念传送给你 这样子你就可以在最短时间之内 拿到最高的分数哦 拜拜